能夠跟美國股神巴菲特 共進午餐的機會要成為絕響了 因為最後一場被拍掉了 而且是以天價落錘 是以往的四倍 股神巴菲特最後一件慈善午餐競標結束 最終有一位神秘人 以1900萬美元 約台幣5.64億的天價得標 不只是打破紀錄 更比2019年 由加密貨幣企業家孫宇成 所創下的457萬美元紀錄 高出四倍以上 巴菲特的慈善午餐拍賣 被稱為世界上最貴午餐 能聆聽投資高手的一席話 一直都是不少金融人士的願望 拍賣從2000年開始 多年來已經募得超過5300萬美金 而且全數捐給非盈利組織 用來幫助貧困和無家可歸的人 在兩年前 迎新冠疫情暫停 今年終於恢復來到第21屆 但因為巴菲特 即將在8月滿92歲高齡 這也是他最後一次的慈善午餐 得標者可以攜拌最多7人 與巴菲特共進午餐 唯一的經濟話題 就是他接下來可能投資的項目 其他問題巴菲特都願意回答 在過去20屆中 共有四位華人得標 分別是有大陸巴菲特支撐的 步步高集團創辦人段永平 大陸私募教父趙丹陽 天神娛樂董事長朱葉 以及區塊鏈波廠創辦人孫宇成 但與巴菲特共進午餐 無法保證將來會一帆風順 天神娛樂董事長朱葉 在2018年因涉嫌違反證券法規 找到調查 公司股價跌停 再加上投資不利 虧損超過70億人民幣 朱葉最後被逼的黯然下台 曾與巴菲特共進午餐的得標者 曾公開說過 雖然支付巨額吃午餐 但是得到巴菲特 投資和生活的經驗與價值觀 可說是無價 不過如此天價午餐 也將成為絕向 記者亮眼綜合報導 好 鏡頭還要轉到 美國這處社區出現了 你看非常非常少見的孤狀雲 孤狀雲布滿了整個天空 看起來乍看之下 像什麼 像海嘯來襲一項 把當地的居民嚇壞了 另外還有大陸南方 連續的暴雨襲擊 貴州的山區爆發了土石流 還有房屋被大水直接沖走 北方的鄭州則是 飆到了40度的高溫 美國二海俄州辛勤納提社區的居民 外出抬頭一看 竟然有漫天的海嘯一面而來 看似驚天巨浪 要把房屋捲走 讓人觸不盡心 你看看 民眾被詭異的景象嚇了一跳 其實這是罕見的湖狀雲 又稱為捲軸雲 通常與強大的暴雨 強風 冰雹或閃電有關 這幾天大陸南方被暴雨灌暴 貴州東南多地爆發洪水 有的房屋整洞被沖走在河裡漂流 有的一樓整個被淹 屋頂都快被淹沒 山區發生土石流房屋坍塌 一名老人家大半的身體被泥土埋住 幸好救難人員及時將它拉出 福建松溪縣 一天降水量225.6毫米 大幅刷新當地的日降雨記錄 穿承而過的松溪河水位也升到 比當地歷史的最高水位還高 南方暴雨 北方持續高溫 河南鄭州主城區最高 氣溫升到40度以上 地表溫度近60度 鄭州氣象局連續三天發布 高溫紅色預警信號 相關當局也宣布停止午後戶外露天作業 記者綜合報導 還要告訴大家 一項最新的研究發現 懷孕的婦女不管你是自然染疫 或者是接種疫苗 母乳中的抗體會在5到6個月之後 就沒了 就消失了 但是產後的婦女 如果你有接種第三劑 會也很有效的激發抗體 可以透過餵母乳的方式 把抗體傳遞給嬰兒 減低寶寶的染疫風險 不少懷孕婦女對接種新冠疫苗 感到猶豫 害怕疫苗對嬰兒有不良的影響 一項最新的研究發現 完成接種疫苗的女性 存在母乳中的抗體 會在打完一劑之後的5到6個月消失 但是接種加強劑之後 有助於再度激發新冠抗體 研究人員搜集了產後婦女 母乳的樣本 發現不管是自然染疫 或者是接種疫苗之後 新冠抗體都會迅速地增加 但是150天之後抗體將疊至無法偵測的水平 不過接種加強劑之後 卻可以有效激發母乳分泌抗體 由於國際研究已經證實 產後婦女可以透過為母乳把抗體傳給嬰兒 因此研究人員認為 產後婦女接種加強劑 可以提供嬰兒一定的保護力 而在FDA核准6個月以上嬰兒接種新冠疫苗之後 美國CDC咨詢專家 以12票比0壓倒性的支持 為6個月以上的嬰兒施打新冠疫苗 根據莫德納公布的資料 打兩劑嬰幼兒疫苗 對6個月到1歲的嬰兒 防止感染新冠的有效率為51% 對2歲到5歲的有效率為37% 而輝瑞的3劑疫苗 對6個月大到4歲嬰兒的預防感染率為80% 拜登政府打算最快從下個禮拜開始 為5歲以下的年齡層展開施打作業 記者綜合報導 大家午安 全國新聞時間 我們持續帶你來關心 美國居然又傳出了槍擊 維吉尼亞州一間購物中心當地時間 禮拜六 也就是18號的時候 遭到槍手闖入開槍 後面上可以看到民眾聽到這槍聲 真的是驚慌逃算 目前已經知道有三個人 受傷了 好 民眾本來是很開心的在購物 一聽到槍響全都驚慌逃窜 過程當中導致三個人受傷 警方表示目前沒有發現活躍的槍手 但是還沒有公布 凶閒的犯案動機 還有他的身分等細節 而且是俄烏交戰以後 西方很多國家都對 北溪2號這個天然氣管線的工程 有一些檢討的聲浪 因為認為說這個管線的工程 會讓歐美很多國家是極度依賴 俄羅斯的能源 德國前總理梅克爾就接受了 德國的媒體專訪的時候 他是首度捍衛當年的決策 因為他表示說 當時德國的想法是說 如果北溪2號工程啟用的話 那麼俄羅斯就不會再輸送 天然氣給烏克蘭 甚至說進一步的攻打烏克蘭 因此西方的努力 讓俄羅斯的天然氣繼續 經由烏克蘭送往歐洲 也讓烏克蘭可以賺取過禁費 但是顯然後來的事情的發展 跟他預料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過他也坦言說 任期到最後 對俄羅斯總統普丁的影響力 已經是大步如前了 而再來看到的是79歲的 美國總統拜登 18號的時候 在德拉瓦州騎自行車的時候 不小心就跌倒了 引發現場的一陣騷動 特勤人員趕緊衝上前去 把他圍住隔開民眾 場面是相當混亂 不過所幸於拜登 他是沒有受傷的 而拜登他想要表示說 自己身體沒有大礙 事後還一連跳了三下 顯示自己很強壯 但是其實他在這個月初的時候 也曾經跌倒 讓外界都很擔心 他的健康狀況 白色頭會挺直腰感 現年79歲的美國總統拜登 騎著單車朝向民眾記者 不過就在準備減速 右腳準備踏地時 整個人像雕像一般 朝地板倒下 現場記者驚呼連連 隨乎立即將拜登扶起 拜登這次失足 似乎因為鞋子卡在鞋板上 不過他隨後表示 自己沒事 並讓民眾顯化家常 而一旁的記者也抓緊機會 問他有關是否 減免大陸關稅問題 證實自己很快會再和習近平通話 拜登表示自己正在考慮 是否減免關稅 一連跳了三下 握拳示意 自己的身體依然健壯 拜登摔車後 隔天依舊出席迷撒 以行動證明自己真的沒事 但拜登失足頻頻發聲 這個月月初 在搭乘空軍一號 前往洛杉磯 參加起密夜現場的專訪時 就曾在街鋪上 滑了一跤 差點跌倒 時間到帶回 2021年3月 拜登一拐 兩拐 第三拐 直接胆膝下跪 在階梯上 最後扶著手把 終於成功走進艙門 在往前開一年 拜登2020年 也因為跟愛犬少校玩耍時 不慎扭傷右腳腳踝 當時還被醫生要求 穿上防護鞋 幾個星期 確保痊癒 拜登上任以來 年齡及健康問題 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尤其是白宮已經宣布 他有意於2024年競選連任 如果到時候成功勝選 拜登將以82歲的高齡 展開第二任期 卸任時更已跨越86歲大關 記者謝韓宇報導 你買物化器呢 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8坪以上的 5到6坪的 或是小坪數 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物化時間 大概從4個小時 到8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 快點購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喔 幫我輸入 CTI 285 這是我們 辣碗報的團隊代碼 CTIV CTIV CTIV